所以您看有這個地緣政治的風險 還在升溫當中 台海的局勢也是逐漸緊張 其實在今天大陸 甚至要設立台灣北部的這個禁航區 只是軍工股其實在早上 就已經率先表態了 這是因為日經亞洲他就說 這是前太平洋的陸戰隊司令 魯德將在5月 也就是下個月很快 他要率領的是有25家的軍火商 美國軍火商要來到台灣 來台灣做什麼 要跟台灣討論這個無人機 還有彈藥的研發跟生產 因為台灣現在有非常多的軍工設備 做的這供應鏈都非常的強 所以今天這個軍工股的表態 就包含了漢翔 今天竟然是攻上了漲停板 這一波的走勢以來實在是非常的強 包含了隆德造船 這也是來到了136元 也是來到了漲停 甚至現在在這個儲治股 關緊閉的雷虎 這是台灣的無人機製造商 同樣也是大漲的局面 可是很多人就看到說 哇 軍工股漲這麼兇嘛 可是我覺得後戲 還有戲還想要追 到底什麼時候 是一個進場的時機點呢 就要請專家解答 進行維修開發零組件大型機砲非常壯觀 漢翔完成奉展專案還迎來大訂單 取得美國航太發動機製造大廠之一 超過350億元的十年長約 利多消息以來漢翔開盤買盤湧入 盤中強拉最後漲停收盤在48.15元 其實從去年以來 資金一直都有在軍工這個族群 那主要就是在整個台海危機 如果比較緊張的時候 大家就會聯想到 是不是軍工股會有未來的題材 像之前可能蔡總統出訪的時候 那大家就擔心 會不會又有飛彈飛過來 戰艦開過來 那這個時候軍工股的熱度就會出來 那指標我們看雷虎 雷虎現在還在閉鎖當中 可是今天還可以拉出半根的漲停 那當然跟消息面有關係 軍工股猶如軍機展翅 不止漢翔榮剛一度漲停 最後收在60.1塊 也漲了5.1塊 漲幅9.27% 這已經是連三漲 而雷虎雖然是儲置股 但也關不住它 盤中標半根漲了3.2塊 漲幅5.35% 收盤63塊 也是連三漲的格局 軍工股漲升不斷 下個月還將有大約25家 美國國防承包商的代表 要來台灣討論 無人機和彈藥 合作研發和生產 今年尤其是選舉年 那我覺得可能 這個中國跟台灣的關係 有在考驗 所以應該會是成為一個 比較延續性的題材 那目前其實有一間位階比較高的話 建議是拉回到 時日線跟月線附近的 這個位階再去佈局 因為通常大盤強勢的時候 資金可能散落到其他的類股 譬如說像今天的記憶體 或者像儲能股的部分 那通常大盤如果通常比較不好的時候 那軍工股會成為這樣子一個 避險的族群 越是危機 軍工股反而越是入手時機 也讓不少網友大喊 台股今年真的是軍火元年 東森財經新聞 陳宇軒 柳瑩瑩在台北道 看盤不中斷 趕快來按讚 東森財經 24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